老闆你好 李光丁 謝謝 謝謝 感謝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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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謝謝 所以主播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高雄市的民進黨議員 黃傑 他目前仍是在這個 武廟市場 來進行敗票 現場我們可以看到 旁邊還有立委的李昆哲 也陪他一起來陪同敗票 而主要這個黃傑 他過去其實因為要來參選 第六選區的議員 立委所以他過去基本上是 沒有進行過這個選區 但是由於這次林英維受密 要來接在這個接體 這個趙天玲的選區 所以他也是非常的努力 希望能夠在最短的時間 來這個爭取到最多選民的認同 我們可以看到他在武廟市場 這邊也是受到這個民眾 非常熱烈的歡迎 由於這個黃傑的高知名度 所以其實目前 他其實走到這個選區的各地 原則上大家也都認識他 而目前我們可以看到他一整天的行程 其實也都很滿 一早他有到這個宮廟 還有到這個市場來拜票 旁邊都有這個在地議員的陪同 來幫他安排行程 由於現在距離選戰 已經剩不到多少天了 所以其實議員黃傑說 他自己本身很著急之外 其實另外在地的五位議員 大家也都覺得想趕快幫他安排行程 讓更多的人能夠認識他 希望他能夠順地接下趙天林選選這一棒 讓這個選區 依舊能夠以在民進黨的委員 來順利當選 而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武廟市場人非常多 他會持續地來拜票 以上是來自現場的情況主播